今天一塊錢去買 電影《血觀音》拿下金馬四大獎項 古色古香的拍攝場景 就在高雄橋頭堂場 號稱台灣第一部警匪動作大片 趙又廷被追殺跳橋逃命等場景 也能看見高雄真愛碼頭 這幾年高雄頻頻要上大螢幕 變成導演首選的拍攝程式 程式結合電影 也變成高雄觀光亮點之一 這些可是高雄市政府過去十多年來 努力的成果 早在2005年 陳其邁擔任代理市長期間 積極推動影視產業 鼓勵導演來高雄拍攝 當時蔡明亮導演就是其中一位 來高雄拍攝天邊一朵雲 所以我們就把所有的局處整合一個 那只要你要來拍片 那我們就提供必要的協助 陳其邁市長來接任的時候 他就很重視電影文創 電影產業的發展 導演郭南宏早期協助電影推廣 對於陳其邁的遠見印象深刻 也因為他們的努力 原本只是鼓勵導演拍片 到後來補助長片拍攝 補助住宿 甚至到今年完成全球唯一立體的 8K VR體感劇院 所以其實我們是從原創劇本 我們從這個電影的協助拍攝 到電影的投資 甚至後面的電影行銷 我們都是盡量給予最大的支持 成功並非偶然 陳其邁長期關注電影產業 就連魏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也在他多年推動下 終於落成啟用 讓高雄不再是文化沙漠 東森新聞林全陽 周一軒在高雄採訪報導